昨天在縣府聽到張縣長對長照的規劃 那今天是實際上看到執行面 那我剛剛看了大概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在嘉義縣的長照 就是公部門的醫政跟設政緊密的結合 然後另外公部門跟事部門也充分合作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長照起步的很早 這個也是個特點 那第三個是晚到很晚就是到家裡面去了 而且要做到人生的最後一點安寧 這個都是嘉義縣的長照服務的特色 這個值得肯定 但是另外我也特別跟這個奈院長 還有我們磁劑的團隊有一個勉勵 以我們上人的精神 或是我們醫院的這種實力 其實應該可以做得更多更廣更深入 應該可以這個樣子 那特別是在我看 如果整個嘉義縣的長照 通通通都違給這個大臉磁劑 我看都做得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批非常大的志工 因為磁劑的特色 本身上人的精神 再加上我們磁劑醫院成立的宗旨 還有我們廣大的醫療人員 還有再加上有很多的志工 其實應該這個賴院長我在這邊算拜託你 也勉勵你 就是說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多 不必畫地自鮮 就是附近的鄉鎮嘛 我們在這個地方這個鄉鎮我們先做 對不對 ABC我們先做 讓更多的志工可以投入 然後再到隔壁的鄉鎮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這樣過去 我相信嘉義縣的長照服務 有機會在大臉磁劑醫院的幫助之下 做得更好 更有特色 我做這樣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